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問,剛才所說的不育 原來有不育症,即是很努力 原來都不行,就要變成一個症 即是要處理問題,要體身 這些問題,主要來說 六對有一對都多 除了我們撇除那些 大家沒有時間,不夠努力 或者想做,但家裡很多人,不方便 其實有沒有後天或先天的因素 影響到不育的情況? 有的,先天性的問題 即是出生時已經有些問題 但不察覺 可能有時到嬰兒階段 或者小孩子階段 才察覺 但有時去到真的想懷人 然後才察覺 先天性的問題 例如男性來說 掩飾體 有不妥 男性應該有一條X掩飾體 以及一條Y掩飾體 但如果不幸運 可能有多了一條X掩飾體 即是XXY 但人們會有什麼症狀? 這些人是瘦瘦瘦瘦 高高地 但沒有什麼精 或者沒有精 這些男士不可能壞到人 正常 例如性生活的時候 她仍然跟女士做了性生活 你說剛才沒有精 即是沒有份量 只是有份量 有排 有射精 不過分量很少 看不到 或者呈現什麼 或者是沒有的 即是不舉 是怎樣的? XXY XY是我們針對精 精沒有功能 沒有生育的功能 即是她仍然有射出症 很少 但分量很少 很少 甚至是沒有東西 沒有也未定 但正常生活也有在 未必一定能夠達到 女性方面也有 掩飾體有問題 就是少了一條X掩飾體 即是她只有一條X掩飾體 正常女性應該有兩條 如果只有一條X掩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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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女性 她外表是一個女性 外表 但是她沒有了卵巢 沒有卵巢 所以這些女士 又不可能壞到人 很多時候這些女士 到了青春期才發覺 他們沒有驚奇 他們沒有卵巢 直到十六七歲 都沒有驚奇 發覺有些不妥 很多時候在那個階段才發覺 出生時是不知道的 先天性問題還有結構上的問題 例如膏丸仍然在肚裏 不在陰狼 或者是在肚和陰狼之間 位置不適 影響到發育 精子發育或者製造精子 女性一樣 有時的卵巢 沒有卵巢 它是有卵巢 有卵巢 但沒有卵巢 或者是管道有問題 即是書卵管 沒有卵巢 也可以 或者是書精管 沒有卵巢 這樣也可以 去哪裏 卵巢精子去哪裏 不要緊 會吸收 卵巢會 對 即是會退化 會吸收 你不知道 有時 以藍星來計 陰莖又畸形 有時有彎公 那些性行為有問題 這些很多時候 嬰兒階段已經察覺到 出生已經察覺到 這些千鮮性問題 有些可以有補救 但有些是不可以補救 譬如那些染色體的問題 就不可以補救 你陰莖 有些 畸形 有些手術可以做到 那些管道不存在 這些可以用科技方法 去幫助生育 但不可以製造 書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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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那是